湖北一个少女被网友解救出来 她娘不是她娘 她的妈 真是她妈 她的娘 竟然能够 怎么能忍心把自己的女儿 锁起来 就困着囚禁在柴草房里 囚禁了5年 出来的时候都有血迹身上 这网友报警 才把她这个女儿救出来 然后她娘说她是精神病 可是派出所都说 是因为这女孩18岁的时候 交了个男朋友 她娘不满意 你不满意就是侮辱自己的女儿 让她受到严重的精神刺激 同时把她囚禁 囚禁5年 这个事啊 我有一个律师朋友的微信朋友圈 我觉得他在里边啊 讲了一句一首诗 咱们要念诗了 但是这个诗啊 也不是说写的多好 可是我觉得有几句 有几个句子啊 很有力 应该给这个个别父母亲听一听 你看我这个律师朋友就讲啊 他说他小学的时候也见过 班里的一个同学 被这个继母啊捆在家里 拿这个烙铁烫身上这个烫红了的这个这个巴 你说就是有这样的这个父母亲也是啊 就要控制她的自由恋爱 所以你看这个律师朋友讲的 说在某些父母心中 子女是私有品 他们肆意干涉控制子女的私人生活 导致子女和父母之间亲情的严重缺失 可是到了子女成年呢 现在有些父母也就是到我这岁数了 我跟你讲其实跟我的父母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更自私了 就他实际还有点什么呢 年轻的时候控制子女的恋爱 年老的时候希望子女以孝的名义 要求子女尽孝啊 这是一种近乎无赖的行为 这个律师说 所以他说对于我们这代应该自觉放弃 对子女尽孝的洗脑教育 而代之以代之以什么呀 父母真正的爱 朋友般的关心 以及最真诚的祝福 注意啊 他就是说正如诗人在诗中所说 有些个别父母 你们要听着 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 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 却非因你而来 听见了吗 大字幕啊 你的子女 他们在你身旁 但却并不属于你 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 却不是你的想法 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 却不是他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 属于你做梦也无法达到的明天 个别父母啊 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 你可以拼尽全力 变得像他们一样 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 因为生命不会后退 也不在过去停留 你是弓啊 父母你是弓啊 儿女是从你那射出的剑 弓箭手望着未来的剑拔 他用尽力气把弓拉开 使他的剑射得又快又远 因为怀着快乐的心情 在弓箭手的手里弯曲吧 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剑 也爱无比稳定的功 这几句话说的 当然说完这个 我还想给大家看另一段 我的隐语是什么 最近我想这个家庭的问题啊 我觉得事情有两方面 刚才说的有一方面 天下有不适的父母啊 简直是忒过分了 但是呢 事情的另一方面 我也很不劳人 我自己就犯这个毛病 就是有一句话呀 叫见着熊人 见着怂人搂不住火 后来也有人说呢 还有个现象是 见着火人搂不住怂 这也存在 可是我的感受是什么 中国人的家庭里边 很多太多的时候是什么的 怎么见着家人搂不住火 我觉得我们家呀 父母亲对我们从小 是有所放纵的 就是于是乎 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 火力旺的那个时候 就呵父骂母 这样的事情我也干过 就是因为父母亲 老让我不耐烦 这是肯定的 就两代人之间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而且这个父母的 有些个怪癖啊 你简直是他固执的 就像这个猫坑里的石头一样 又臭又硬 他就没法改变 而且他父母 他还偏想改变你 他老老叨叨叨你 老把眼睛看在你身上 确实是好烦 可是啊 我觉得我现在很后悔 我觉得我就没有压住火 所以我现在想起来 我母亲心脏病很严重 可是他第一次出现房颤 就是当年啊 我曾经接他们跟我一块住 当时发生激烈的争吵 就我们家这个孩子 没有什么这种 父母小时候就要求不严呢 我急了 我就真正能够这样骂自己妈妈 我妈妈到医院 就是第一次的这个房颤 后来这个房颤很容易引起血栓呢 就中风呢 所以我到今天呢 我又变了 可能是因为我很少跟父母在一起了 所以我就见不得孩子跟父母说话不和其 哎呦 我就亲眼见过 那个儿子跟父亲吵架 那就在一个屋里 这儿子能够说你就是个狗屎 你他妈就是个狗屎 你给我闭嘴 甚至我还见过就是 哎 这个父母亲他捞了叨叨啊 说哎 你吃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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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闭嘴 你闭嘴 我这么大人了 我要吃什么 用你用你看着吗 你看好你自己吧 对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可是 为什么不能和气一点 我就觉得 咱们中国人这家庭搞的啊 见着家人 露不住火 我们出去跟自己的同事 跟自己关系还远的人 甚至是对你不怎么样的这个仇人 你还能表面的克制 你还能说话很温和 但是为什么偏偏一见到家人 有时候你看夫妻之间也是这样 骂了一辈子 可是真的少了一个 哎呦 你看着他们那个痛彻心肝 你又觉得你不是爱他吗 你对你最爱的人 但是为什么骂了一辈子 吵了一辈子 所以我挺讨厌 咱们中国有些个家庭伦理电视剧 我也不看了 但是他在隔壁屋放的时候 我得出了几个相声词 我觉得中国这家庭伦理电视剧 我从旁边另一个屋听来的影评 是什么呀 哭爹喊娘 为什么老是这么哭爹喊娘 你看有时候在外国电视剧里 这个外国人 你感觉人家有教养 对吧 就是彼此之间吵架呀 真到这个要火了的时候 哎 那么马上马上对不起 走了 他不搞到这种 这种粗野的这种情况 我现在就见到有些个孩子 他觉得这个父母亲 怎么就不能够改变呢 这个花钢岩的脑袋 可是我觉得 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呀 你让他改变 恐怕比我们这个年富力强的改变 还更难吧 所以 我也是在微信朋友圈里 看到过这么一个段子 这个段子也许你觉得都烂俗了 你也许觉得我是不是做节目想省事 不是 我在这个节目在我主持的枪枪三人行李 我放过一回 我就说能打这多少人算多少人 只要还有一个做子女的能够看到这个段子 还能够有所触动的话 我这个就算值了 所以我今天最后还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段子 我就是想做子女的 你对这些大脑萎缩的父母 老年痴呆的父母 一生怪疲的父母 不可理喻的父母 也许你觉得他一千个不是 一万个不是 但是你忍一忍 你可以不跟他说话 你可以躲 你可以闪开 但是我就见不得 你怎么能像骂猪狗一样的 我有这个教训 你会后悔的 有一天你的儿子也会这样 你愿意就是你冲着这个老眼昏花的父母 像这个骂猪狗一样的去骂他 我觉得这个不要这样 所以看看吧 一组图片 这是父亲和儿子 老父亲眼花了 他看见个麻雀 但不知道是什么 就问这个儿子 他看不清吗 说那是什么 儿子看了一眼 又盯着报纸说 麻雀 麻雀又飞到了另一个地方 父亲又问 那又是什么 你看儿子 儿子有些不耐烦 爸 我刚告诉你 那是麻雀 你再看 父亲又忍不住问 那是什么 儿子忍不住爆发了 麻雀 爹 那是麻雀 这儿子躁动了 摸啊麻什么七约雀 摸啊麻七约雀 你听清楚了吗 这儿子就有点跟父亲不耐烦了 你为什么老是问问问 问个没完呢 儿子训斥父亲 都告你几百遍是麻雀了 你怎么总就是不知道呢 父亲被儿子一顿抱吼 没有说话 默默的回屋 回屋干什么呢 你看就回到他们家里 他拿过来一个小本子 然后呢 给儿子看 让儿子读其中的一段 那是当年啊 这日记里写 儿子三岁了 这是老父亲写的日记 儿子三岁了 今天和我在公园 我们面前有只麻雀 我儿子问了我 二十一次 那是什么 我回答了二十一次 他每次问同样问题的时候 我都拥抱了他 一次又一次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